为了节省2000块钱的车费 这位大哥决定骑摩托车 回老家陪父母和孩子过年 他带着怀孕三个月的妻子 在寒冬腊月骑行五天四夜跨越四省 共计1350公里 在没有导航和智能手机的年代里 他们只能拿着本子边走边问路 这一切都只为何家团圆 吃上一顿年夜饭 男人名叫汪正年 是一名在广东赵庆 导混凝土的工人 收入看天吃饭 天气好的时候 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 不好的时候就只有1600 春运期间 从广东回贵州老家 来回的火车票就超过2000块钱 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费600块的油钱 为了节省路费 他决定加入10万摩托车大军 汪正年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捆好行李 为怀孕三个月的妻子戴上头盔 同行的还有刚学会骑摩托的堂哥夫妻俩 以及十年没回过家的姐夫 五个人裹得严严实实 踏上了1350公里的返乡之旅 耳边传来发动机的轰鸣之音 沿途望去都是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 汪正年在自己的摩托车上 加装了一个音响 放着喜庆的音乐 使旅途的一开始就充满了年味 妻子彭双琴 却让他将音乐观小一点 他担心声音太大 听不见后面的车辆按喇叭 此时的汪正年归心四见 但为了妻子的安全 他不敢开得太快 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 身子本就虚弱 再加上周车劳顿 没多久就有些发困 感受到身后妻子的双手 在慢慢松开 汪正年赶紧停车将其叫醒 摩托车以60脉的速度 在公路上及时 一旦睡着就非常容易出意外 为妻子重新整理了衣服和帽子 汪正年再次出发 直到开出了广东省界 一行人才在路边稍作休息 第一天 他们花了12个小时 急行了400公里 此时 距离返乡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但夜幕降临 路上没有路灯 加上长时间骑行 身体非常疲惫 为了安全起见 一行人决定 在路边的一间小旅馆过夜 五个人只开了一个标准间 花了50块钱 这样 每人就只需要10块钱 摩托车作为他们最宝贵的财产 必须停放到店里 这是他们住店时 跟老板娘提的唯一要求 在旅馆的墙壁上 贴着一张中国地图 他们用手指摸索着回家的路 这趟旅程需要跨越广东 广西 湖南 贵州四个省份 在2011年的中国 他们买不起智能手机 也没有导航 只能看着粗略的中国地图 在本子上 记下关键节点 如果迷路了 就下车问路 第二天天还没亮 一行人就再度出发 摩托车 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雾气中急驰 路上就突然窜出一条狗 被弹出去老远 汪正年压根来不及反应 如果此时急刹车 受伤的就是自己和怀孕的妻子 他只能默默祈祷小狗平安 起行了一上午 他们抵达了一座加油站 精打细算的 加了30块钱的油 此时天荒中下起了雨 汪正年穿上雨衣 把塑料袋套在了妻子的腿上 即便在疾风咒语中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休息 很快就再次上路 回家过年的路 注定是风雨无阻 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要一直把着车头 手脚都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动作和反应 也因为寒冷变得吃坏 汪正年的姐夫 在一个路口不幸跌倒 在众人的搀扶下 才勉强站立 虽然在出发前 就裹得严严实实 但寒意依旧钻入 众人的五脏六腑 出城之后 一行人点起稻草取暖 长时间的骑行 意外也在不断增加 一辆摩托车 压到了路上的钉子 不幸抱胎 拨好了轮胎后 汪正年的摩托车 又突发故障 拖着走 此时他们已经骑行了 两天两夜 旅程还未过半 半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 县城的休息点 彭双勤 萎靡不振地躺在床上 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这一天 他们花了14个小时 骑行了340公里 第三天凌晨 一行人又早早出发 穿越了覆盖积雪的公路 还有路边堆放的落石 中午时分 他们终于抵达了湖南边界 一行人聚在餐馆的火喷前取暖 几天的严寒 让他们的脚上都升了洞窗 王正年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 一旁的妻子却心疼地说道 回家再好好聊 电话费可跪着呢 一分钟就要一块五 这顿热气腾腾的小火锅 是他们此行吃得最好的一顿 吃完后 一行人就再次出发 从国道变道省道后 道路条件开始变差 路面狭窄 且都是融化的积雪 他们只能把车速 降低到30公里每小时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 原本选择的道路被积雪封死 一行人只能掉头另选新路 在结冰的下铺面 王正年不敢让妻子坐车 只能一路推着摩托走 他们从白天走到黑夜 王正年还在拐弯处摔了一跤 沿途没有一盏路灯 只有摩托车的大灯 照亮回家的路 在夜色中前进了一整晚 终于迎来了旅途的最后一天 王正年用颤抖的双手拿起手机 向家人报平安 此时夫妻俩的身上都结满了冰霜 头盔的视线也被一层冰霜模糊 为了安全起见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要停下来互相帮扶 整理彼此的衣服 敲掉头盔上的冰茶子 距离时间 还有最后93公里的路程 冷的时候 他们就围着火堆取暖 饿的时候 就要上一碗几块钱的面条 还有四天就是除夕了 按照计划 他们今天就能回到家 下一顿饭就可以在家里吃了 不过 这最后一段路 却是异常凶险 路面布满冰霜 一块车开碎片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一个接一个的摔倒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没有人受伤 王正年捡起碎片 丢入山剑 嘴里标出了优美的中国画 为了防止再次摔倒 在路过一个村庄时 王正年从草堕里 抛了几捆稻草 编织成绳子 绑在车胎上 制成了简易的防滑链 稻草虽然不经膜 但多少能增加些安全保障 此时的贵州 已是一片冰天雪地 经过湿滑的冰面 王正年不敢让妻子坐车 经过五天四夜的跋涉 夫妻俩终于到达了十千县城 归乡的游子 难掩内心的激动 绿途的奔波劳累 此刻仿佛都烟消云散 他们欣喜地感受着家乡的变化 不远处正在修高速 道路上也立起了红绿灯 他们到集市采购完年货和青年礼物 然后向着村子出发 这最后一段泥路 王正年只能推着车走 在村口 他见到了巧手以待的母亲 还有自己两岁的女儿 一年未见 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父母 感到异常陌生 妻子打了一盆热水 擦拭着他脏兮兮的小脸蛋 试图弥补这一年缺失的母爱 王正年则和家里的亲戚 一起杀年猪 足足养了一年的猪 只有等过年这几天才舍得杀 暴竹生中一岁除 无论这一年赚了多少钱 一家人都整整齐齐地 围坐在简陋的土房里 吃上一顿团圆饭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家不仅仅是地理位置 也是能够带来拼搏洞里的源泉 春节就要回家过年 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节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1年 九年后 摄制组回到史迁 再次见到了汪正年 此时的他已经盖了新房 买了辆货车 不必再冒生命危险 骑摩托车回家 当年那个还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也已经八岁了 这个孩子曾经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 但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筹款数百万元 2016年在上海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 如今已经康复 九年的时光悄然流逝 汪正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但不变的是对过年的期待 还有对家人的爱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